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段落 前谈修身其家的做法的下半步 好 那我们呢 刚才有讲到了 我们在修身的池汤中呢 我们应该要让自己拥有的正能量 有一位道亲呢 这个前道 他的妈妈呢 从小就是童养习 然后先生也过世的早 就收割了 他又有六个孩子 所以呢 他辛辛苦苦这样子的一个支撑的这个家 可是呢 问题是 当他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 他就常常在抱怨 抱怨的 以前他的养母对他怎么样 过年的时候全家都有红包 然后呢 都有得一些的过年的东西吃 唯独他自己一个人 只能站在旁边 他说这个 这个他的孩子就是这个前道啊 他呢 就听了之后 他就跟着一起骂 好 那这个他的太太呢 就没有说什么 可是等到了回家的时候呢 他就跟他的先生说啦 他说啊 我们呢 已经在道场修行了 你也知道我们呢 必须啊 摒除了这些的负能量 你看 你跟着妈妈一起骂 那你也没有让他 那个心情更舒服啊 所以啊 你啊 应该要转移他 应该要转移他 让他能够 呃 情绪跟思绪能够拥有正能量 哇 这个现在听到觉得好有道理 所以啊 当下次啊 这个妈妈啊 又在抱怨 抱怨以前小时候怎样呢 不公平呢 受这个 受到了这个歧视啊 然后呢 受到了虐待啊 那这个 他的孩子啊 就跟他说啦 其实啊 你啊 一直把这个负能量带在身上 就犹如垃圾一样 你看你小时候的时候 你看到现在 到已经七八十年了 你还一直带在他的身上 你要把他丢掉 还有啊 今天能够成为一家人啊 其实是有他的姻缘的 所以 你今天啊 你希望你跟他下一辈子在一起吗 如果你不希望你跟他下一辈子在一起 那你就要放下 诶 有没有用 有用啊 所以啊 今天啊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身边 跟我们相遇 其实都有我们的累世的姻缘 那我们啊 就来去圆满这个姻缘 那等于说 诶 我这一辈子 我就修好了这个 这个 这门的 这个学分的 如果你还一直在那边纠缠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又没有把这个 这个灭圆转为善缘的话 那他呢 就是怎么 就是没有修及格 没有修及格会怎样 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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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如果呢 你啊 这一辈子啊 你如果很不喜欢的人 你要跟他怎么样 你就是让他转为善缘 那你这个学分就及格咯 那所以啊 我们啊 要怎么样 落实这个修身的做法呢 就是 就像后学刚才所说的 我们的任何的言行 都要时时刻刻 要去以身世道 然后呢 要常常反观制造 所以 我们要学习 曾子所说的 无日三行无身 这个三行并不是只有三次 这个三呢 是代表多 所以啊 时时刻刻反观制造 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 这个所有的心念 起心动念 然后呢 如果有 后学刚才说的那个 心不正 则生 就不正 就难入圣门了 就是要时时刻刻的 去让我们 没有这个有所分治 有所忧患 有所恐惧 有所好远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效法 言回夫子的 不迁怒 不恶过 生气之后 有的人还对 不相干的人生气 哇 那这样子 其实呢 就会让事情更严重的 甚至于呢 嘿 才会 更重的 还会去影响到 整个的国家 好 然后呢 不恶过 什么是不恶过 这个 难道我今天 我想要对一个人 做出不好的行为 这个就是一念 我没有做出来 那我只有一过吗 其实呢 这个 其实是不是的 就是说 我今天呢 当我想的时候 就是一过 然后呢 哎 这个 我呢 如果呢 我再去 因缘 一个具足了 哇 那我就什么 我就是 去犯了这个过错了 所以呀 连我们的起心动念 都不可以有 这个呢 就是不恶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 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更好 对不对 可是要生活更好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修身啊 那我们要修身 我们要怎样 先要修心啊 所以 我们在这个 知道了要怎么做的 这个当中呢 我们再去 力行它 而不是只有知道而已 只有知道 没有去做 那还是依然的我啊 生活的不顺 还是一样的不顺啊 这个问题的纠结 还是一样的纠结 还是一样心灵的内耗 还是一样的内耗啊 所以 就是要去实践它 而且要改毛病 要去掉脾气 让这些不好的习性啊 嫉妒 恐惧 忧患 甚至于这个 不好的言行 都要去改过 贪心 称恨 痴迷 还有就是 这个所谓的杀道瘾 还有这个 这些的 种种的 这些的都要去戒掉 那什么叫做杀道瘾呢 杀 杀难道我动物 难道我 我会去杀别人吗 不是 是连动物 我们都不要去伤害它 结下了这个厄园 好 那不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去拿 然后呢 生活呢 也不要淫于过度 好 那 呃 这个 这个 每一个人都喜欢欢乐 没有错 可是过度了 好 那就是 不好了 好 那 而且呢 就是要谨言慎行 所以呀 其实 在我们的 世界当中呢 就像一面镜子 这个世界像一面镜子 如果我们今天 为什么会不顺 我们要去探讨的 一个原因 通常呢 是我们 没有去 谨慎我们的言行 然后就在没有 谨慎我们的言行当中 我们犯的过错了 犯的过错的一些的 因因果果 会导致生活的不顺 所以我们要知道因果 我们也要去探讨因果 嘿 这个 知道了这个因果了之后 我们就要断掉这个因果 然后呢 就是让我们的身心 能够修制好了之后啊 后学曾经啊 就是在这样子 这个一路上反省自己 然后也去回想自己 还没有修到之前 后学真的是 哎 不好意思说 可是呢 进来的修到了之后啊 嘿 本来啊 就是 呃 骄傲啦 或者是本来很容易生气啦 本来呃 就是会痴迷啊 贪心啊 种种种种的 就这个 这些的导致生活的不顺 可是到了 修到了之后 哎 发现 哎 我越来越有人缘 嗯 而且生活当中 以前会很在意的 会很揪心的 会让自己过得很不快乐了 这些啊 慢慢慢慢 有的这些的 正能量的一个引导了之后 哦 就 让自己 越来越能够去 呃 放大心量 然后越来越能够包容别人 越来越能够去 设身处地为人着想 之后 哦 原本在意的 原本就它很大的一件事 却会变成微不足道了 原来很生气的 觉得 哎 它也没什么 那种种的这些的不顺啊 都在于我们的内心 当然也在于 我们没有注意自己的言行 之后 久了之后 啊 越来越反观的制造之后 就觉得 啊 我讲那句话 错了 啊 我做了那件事 错了 我要改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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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改了之后 就越来越好了 所以呢 在我们落实 这个修身的最 修身 修心的这方面的话 我们在落实怎么样 落实待人接物的做法的要点 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要项 就是什么呢 曾经子贡福子问过孔子说 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我奉行终生的呢 那 这个孔子就跟子贡福子说 其树乎 这个树就是宽树的树 中国人造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奥妙 这个树呢 就是什么 如 心 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自己不喜欢的 简在家租我的 我不要给别人 设身主地为别人着想了之后 就不会犯了很多的过错 也不会让人痛苦 其实 后学刚才说的 这个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我如果对人 笑 那人家就会对我笑 我如果对人生气 对人不好的时候 他就会反射回来 所以生活当中的不顺 要怎样 就是要去想 我是不是 对别人 有一些行为让人家受伤了 然后呢 人家反射回来 来刺伤我了 所以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任何的事情 就是 他是一个因因果果的 刚才后学有说了 我们啊 面对的这个世界 有如一面镜子一样 任何的事情 都是 我做了什么 中瓜得瓜 好 那所以啊 这个 如果说啊 人家啊 对我不客气 说了很多了 伤害我的话 或者 给我一个脸色 或者是 好 给我不好的一个 言行的时候 其实通常 是我已经先给人家脸色看的 伤害到别人 别人又反射回来 好 我已经伤害到别人了 可是我自己不自知 然后又伤害回来的 所以 当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先去想想 我是不是有先 好 对别人不好 我是不是有伤害到别人 然后呢 来返求朱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啊 落实带人接入的做法的时候 就是 我们 要用 诚心 来对待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一个人如果他能够 用诚心来对待身边的人 其实人跟人之间是有感应的 他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诚心 你对他的好 以善意迎人 他也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善意 就像后学去尼泊尔的时候 他变得众生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爱 非常非常的善良 然后呢 这个 所以说啦 世界啊 只要是人啊 大部分 都是这个劳母娘给我们的本性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善良的 非常非常的 呃 纯洁的 那是后天的一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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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啊 让我们啊 用我们的诚心 用我们的善意 来对待身边所有的人 然后呢 这些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善意 我们对他的一个呃 呃 这个善良 嘿 通常啊 这样子 世界他就像一面镜子 他也会回来 哦 所以我们也用和气来对人 用礼貌来接人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身边啊 这些人啊 就会呃 因为我们的这个受到道的一个影响 改变了我们 然后让我们越来越好 我们也间接的能够用这个道 以身是道 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受到道的好 也能够度他们来 然后呢 受到了呃 这个上天先佛的爱 受到了老母娘的这个慈悲 呃 受到了道的滋润 所以我们在这场生活当中 我们知道了人家的不够圆满的地方 不要说近啊 留一点余力给别人 留一点口德给自己 那责备别人也不要责备的 这个 就就把人家 呃 这个让人家呃 无地自容 留三分余力给别人 才华也不用傲劲 锋芒也不用漏劲 有功也不要妖劲 那留三分给别人 哦 才不会 哦 这个 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好 然后 其实 当你对 让别人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 这个 通常也会反射回来 所以 我们要 谦虚 好 也不要封王毕路 哎 如果说有功劳 也 留三分给别人 哦 多一点谦让 这样子 哦 其实 还是那句话 这个世界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你对别人好 你 你给别人 这个 呃 去 有这样子一个 呃 这个把人家逼到了墙角去 哦 那个 富贵也不用想尽了 凡事都不可以做尽 为人处事 每一件事情都留三分给别人 能为别人着想 那所以就留 个宽和 留后路 留后道 呃 留这个恩泽 留余德 好 这些呢 就会再 反射回来 好 所以 己所不欲 物食于人 喜欢什么 那就 再把这个喜欢 给身边的人 其实 这就像香水一样 你当你撒香香水给别人的时候 其实自己 也沾到了香水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啊 呃 在家庭里面 做好的修身了之后 家里里面的人呢 就会感受到 哦 你进来到场 嘿 有改变了哦 好 你越来越好了哦 哎 那这样要度他进来 就容易了 我们啊 有一位浅贤啊 他呢 呃 就是 兄弟啊 他们家是在做这个 呃工程的 那 这个 因为啊 这个 唐姐 呃 本来呢 呃 有吸毒 然后 这个唐姐啊 很就是 她呢 呃 后来 没有钱了 只好戒毒了 可是戒毒了之后 她呢 就患了忧郁症了 她跟后雪说 戒了毒之后 哎 反而心里有一块空的 然后就变成忧郁症了 那所以呢 她就 她就这样 她就 嗯 这个 不想出门 孩子饿了 自己泡泥泥 哦 有一天呢 哎 被我们一位清贤人度来佛堂了 度来佛堂了之后啊 他呢 就 这个 终于明白了 哦 人生的真谛 做人的这个职责 这个使命是什么 哦 看到了 一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意义了 哇 她就改变了自己 改变了自己了之后 哇 她的家族 觉得 哎 这个人怎么改了 所以呢 她呢就度她的这个 后雪刚才所说的 她的堂弟 她的婶婶 进来 好 这个 求到 那 这个堂弟啊 他们一位啊 是在做工程的 那这个做工程的呢 他们家呢 爸爸 喝酒 好 然后喝到了干阴化走了 然后呢 这个 兄弟两个 也是 好 喝酒喝到了上瘾的 弟弟呢 也因为呢 呃 酒饮 然后呢 后来干阴化也走了 那这个哥哥呢 他呢 好 也是一样 好 就是 这个就是这位后雪的大堂弟 他也一样 喝到了 哦 常常就是 嗯 这个 酒饮一饭 然后呢 这个 身体被绑起来 然后送到医院去 好 为什么 因为很严重了 然后呢 又有癌症了 有一次后雪到他家去 看到这个人 想说 哦 这个人 怎么 怎么 憔悴成这个样子 然后 又 就是 整天喝酒 然后都没有工作 然后就跟妈妈要钱 想说 这个人好像 这个 人家说的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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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快 快快 身体快不行了这样 那 后来呢 欸隔了一段时间 欸 什么 我们呢 这个 他的堂姐呢 度他 好 然后来佛堂 好 然后呢 上了 信德班 哦 哦 隔了 隔了一段时间 哦 怎么 欸 信德班 还一直上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他的婶婶 一直 这个婶婶都 不懂 不认识字 也听不懂国语 可是 他 就是 从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 我们这位 浅浅度他进来了之后 他就 他就 一直 好 三师并行 才师法师 无畏师 一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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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后来 终于 终于他的大儿子 好 那就怎么样 就是 这个 后学刚才所说的 有求道 然后呢 又进了 进德班了 后来 竟然 清口了 哈 清口 然后呢 又隔了一段时间 他竟然 他竟然 懂得度人了 而且呢 又在我们的 这个 道场当中的一个社团里面 那个 担任交通 这个 指挥的工作 那而且 非常清于度人 所以 这个呢 是 一个 道呢 让我们 每一个家庭都改变了 家运 就连后学也一样啊 改变了 后学的家运 让后学的 这个 家庭更和乐 否则 后学有很多的脾气毛病啊 好 然后呢 以前啊 也常常就是觉得 我就是对 我就是我 我就是对的 他听我的 可是事实上 不是 是 那个 很多的事情 他 都有很多的面 而且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啊 那 之后呢 进来道场之后 就越来越柔软了 那所以说啦 这个 道场呢 改变了 每一个家庭的家运 那所以后来我们这位前嫌呢 他呢 哦 这个 清口了之后呢 他呢 本来 这个癌症 好了 然后 酒也戒掉了 抽烟也戒掉了 檳榔也戒掉了 哦 这个 现在的生活 就过得相当 相当的好 家庭非常的和乐 我们 就过去找老公 他觉得每一天啊 不知道这个老公 能不能安全回到家 后来啊 后来啊 这位前嫌啊 就让我们啊 呃 这个 这个 赵恩前嫌度来 这个佛堂了之后啊 哦 这个 他的这位前嫌真的就是怎样 就上了两天的法会 然后看了一处天下父母性的道具之后啊 哦 他竟然跟跟人家说啊 我实在是太不孝了 哦 以前让我的妈妈实在是太操心了 哦 妈妈已经走了 我现在要孝顺她也来不及了 所以啊 他为了要立身行道遗嫌父母 所以啊 他就这个 让就是 亲口了 然后也安设佛堂了 好 然后呢 就投入到修道的这个团队当中 他的太太 就跟我们讲说奇怪了 嘿 我们到底是 好 这个 带他是 到哪里去 哦 那他是 就是 跟着我们 怎么才能够 让他的先生能够这样子 从此 他可以不用担心他的先生的生活了 好 也不用担心他现在到底在哪里了 好 而且呢 脾气毛病都改了 哦 那也安设佛堂了 齐家修了 所以啊 好 我们啊 这个 修道可以圆满 我们的这个 家庭 改变家运 好 然后呢 哎 为白杨大士做伏笔 道化家庭 齐家修 齐家修了之后呢 家家迷乐院 户户观世音 所以我们要落实齐家的做法呢 就是我们对家人呢 常常怀来一颗感恩的心 好 时时刻刻都觉得 好 感觉到满足 看到了对方就是看到对方的好处 看到了身边的人就是看到身边人的好处 然后随时随地都有一个欢喜心感谢 感谢上天 感谢我们所有身边的这些的人事物 关心我们所有身边的人 爱心 付出的这些的爱心 然后呢 哎 这个 在家庭里面呢 也建好我们自己的职责 尊重彼此的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呢 彼此信任 那 每一个人各司其职 然后把家庭安顿好 唯有 把人道休止好 才能够达天道 那很多 像以前后学常常听到 很多的父母 我们的儿童读经班的家长 常常曾经说过说 他最担心的 这一辈子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孩子 叫到坏朋友 其实 我们在道场当中看到了 这些的孩子 从小在道场当中长大 他们啊 就会接受到道场的这些的 善的能量 善的知识 然后呢 引导正确的人生的方向 纵使遇到了不好的朋友 持长不合啊 那也不会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 好自然间就不会在一起 那当然就不会走错路啊 所以树啊 是在从小的时候啊 就把他雕好 你从小如果呢 不管他 认他的自由 然后呢 他呢 就是 当然自由是好的 可是呢 要 谁样熏熏善悠 那这样子的话 孩子到了长大之后 他当然就能够走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然后有正确的人生观 引领了他走向人生的道路 所以我们啊 如果呢 带我们的孩子 从小在佛堂当中长大 然后呢 他这一辈子 你都不用去担心 好那我们也乐天之命 坦然接受我们家人的一个不同的特质 哦 然后呢 以和为贵 人为高 家和万事心 自然间就能够引导我们的家人 进来道场修道 才能够齐家修 好然后呢 哎 那我们啊 齐家修了之后呢 我们呢 当然就会把这个道呢 带给身边的人 那带给身边的人呢 这世界上呢 就会减少了这些不好的风气 众生呢 就得到了道的滋润 得到了先佛的爱 老母娘的爱 好那自然间呢 就能够呃 由近而远 传遍到全世界 让全世界都能够得到道的滋润 受到了这个道的这个影响 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幸福 好 然后呢 哎 就能够把道呢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能够得到这个道 能够呃 因为这个道 而让这个生 这个全世界能够更好 所以天下你 圆之已到 然后呢 我们啊 圆满的人到了之后呢 哎 就能够打天道 好 带着世界的这些的众生 一起回去 好 离天 然后呢 朝母言 呃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劳母娘对我们最大的期望 好 那我们也希望说 呃 我们能够好 大家 手牵手 一起带着我们身边的 这些呢 牵旁好友 是这个 到了万国九州 带了所有的万国九州的众生 一起 好 回去我们的故家乡 那候选呢 呃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如果有讲到不孩的地方呢 恳请千佛色罪 好 呃 请各位多多的包涵 以下候选分享到这边 感谢各位 谢谢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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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